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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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去呢 這裡 這裡有路 哦有這個都有人踩出來 到達 這個 要悠悠看了 也不知道有沒有鯉魚 嗨大家早我是自然之筆 放寒假了辛苦的上完這個韓府 終於有機會出來釣釣魚 今天來到 基隆的地區的基隆河段 算是一個小支流 我來這個地方探探看 因為有一個粉絲跟我講說 這個地方有鯉魚有大霧 所以我就跑過來看一下 試試看 還好今天天氣不錯 昨天還在下雨 然後今天出來的時候天氣不錯 所以我就騎著機車 想說騎著機車比較方便 可以到處去尋找釣點 然後我第一個點就是先來粉絲介紹的點 看看有沒有大霧可以釣 那我今天因為來到一個比較陌生的場地 所以原則上我是使用9號竿 為什麼要使用9號竿呢 因為越陌生的場地 我越不知道它水底的狀況 那如果我用5號、6號來拉鯉魚 或者是拉大霧的話 我可能會被它帶著跑 那原則上是希望用比較大號數的 可以把它拉出來 不要讓它鑽到這個障礙物 所以並不是說我不會用軟乾駁大魚 只是說在野場 尤其是陌生的場地 我都會用大號數 或者是比較粗的線來釣 那我今天打算用6號指線 然後上面是接7號的浮水線 講到7號浮水線 我要推薦一下這個七毒永龍釣具 它那邊有庫存一批 這個7號的浮水線 也有10號也有8號的 那我釣釣釣釣系列 我很喜歡用這個東西來釣 因為它會浮在水面上 那比較不會影響我的吐石毛鉤 那原則上我在做釣釣釣的時候 我不太會用那個市售的建縮線 因為0X的最細的那一端 不符合我的要求 因為我現在都要用到6號 所以基本上我的建縮線 Leader都是自己接的 那都是用浮水線去接的 那最後一段用泥龍或者是碳線都有可能 好話不多說 準備開掉 GO 這裡好像有人在放東西 往了一條線 我們來看一下 是在放什麼的 欸斷了啊 所以它應該是 應該是在放棍吧 用了一個這個 然後可惜啊 線用太細了 斷掉走 跑掉了啊 它還有滿心期待 想說它抓了什麼魚 現在我就斷線了 READY GO 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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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帶 這是基隆河的支流 河帶 它往它洞鑽進去了 不能讓它鑽進去 先把縫子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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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障礙物啊 所以它鑽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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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出來了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帶9號竿 就是這種廠 像對面那個都是電線 重魚它會鑽啊 如果你拿太細的竿子 原則上你就沒有機會了 因為你會讓它帶著跑 不是說 不是說5號6號沒辦法拉鯉魚 有時候野場 它這個障礙物太多 我們必須要拿大號竿子 才有辦法去控制它 要不然它只要一鑽到 鑽到那些障礙物 就完蛋了 所以 基本上釣野場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使用 比較大號數的 不要讓魚帶著你跑 這隻蠻有力的 大概就是不一樣 它又要衝了 蠻大的 慢慢來慢慢來 慢慢來 這個藏的地這麼小 大概只有一尾的機會 這個地方沒有很大 人釣到一尾大概就驚嚇了 所以 慢慢來 這個有人來釣過 因為都有看到一些 殘留的釣距 哇 又被它斬頭下去 這個竿子 撈網壞掉了 卡死了 所以 變成 不夠長啊 長一點就好撈了 所以還是 必須要公益散騎器 並先利騎器 壞掉了還是要去買 好 日帶 好回去吧 拜拜 謝謝啦 拜拜 拜拜 剛剛已經釣到一隻 大概七十次 七十五左右的鯉魚了 那我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有發現地上 有一些發霉的吐絲 那代表這個地方是 有人 平常有人來釣 而且它是用吐絲 所以我在釣的時候 就選擇吐絲 當然我也有丟一點飼料 然後我吐絲丟下去之後 因為吐絲的比較明顯 所以我會看一下它的水流狀況 然後大家了解 如果待會魚出來吃的時候 它大概會怎麼樣的方式去吃 因為飼料比較暗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如果到陌生的場地 第一次來的場地 我通常還是會丟吐絲 尤其這個地方 它又是 都是在用吐絲在釣 所以吐絲更容易把它釣出來 那這個地方太小了 所以我基本上釣一尾 我看這個地方已經沒機會了 所以我現在打算到 主流的地方再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加油 看可不可以釣到 這裡又發現一條飯棍 我們來看一下 它到底是釣了什麼魚 它是用泥丘 所以它可能在釣泰國裡 或者是盧曼都有可能 可是這已經打結了 這不放多久沒來收了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鏡頭沒看到 你看 它應該都打結了 它是用這個泥丘 準備要釣泰國裡 或者是這個盧曼都有可能 可是都打結了 好 我們把它丟回去吧 每一次看到這些垃圾 心裡面就覺得很心痛 台灣就這麼小 釣魚環境 都是被這些人給破壞 如果大家能夠多愛護一點 像這種塑料的東西 根本就不會分解的東西 你就丟在這個地方 釣完水手帶走有這麼難嗎 全部都是鵝 鵝料包 飲料 檳榔袋 什麼一堆 所以台灣的釣魚人 真的真的 要提升自己的水準 讓我們台灣的釣場更好 一定要 隨手 從自己做起 把牠帶走 有那麼困難嗎 唉 待會我幫牠包一包 拿上去好了 來到這個河口這個地方 大概已經等了半個小時 吐司飼料都釀了 還是沒有魚出現 所以今天可能只能到這邊了 還不錯啦 至少釣到一隻鯉魚 然後剛剛撿了一袋褐色 把牠帶上去丟吧 這個釣魚人 真的是要發揮你的功德心 這些飼料袋 根本就是不能夠分解的東西 你丟在這個地方 整個河川都被汙染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發揮愛心 好 喜歡我們台灣飛釣的頻道 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 然後最重要看完 要幫我們留言 然後鼓勵我們 掰掰